今晚 我想來點不一樣的保養 真的是前所未有 我沒有誇大 但是太棒了 我很想把這一罐塗到我全身 我們要收尾的對不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ruce何浩晨 大家好 我是台湾醫院皮膚科 甄德彭醫師 浩晨好 一生你好 一生應該到我一兩歲 浩晨幾歲是秘密嗎 不是秘密啊 我三十了 我今年已經45歲了 四十四 哥 完全看不出來 近看你的皮膚狀況很好 你平常怎麼做保養 一個禮拜我習慣會大概兩到三次 敷臉 收工以後卸妝卸得很乾淨 洗臉也是要洗得很乾淨這樣 敷礦我覺得我的鼻頭會比較有一點 就是容易會有黑頭粉刺 如果靠得很近很近這樣 看到浩晨 像看到我年輕的自己 因為他這個皮膚敷礦真的很好 這個毛孔非常的細緻 剛剛醫生有說我的皮膚很好 但我很好奇就是想問醫生 平時怎麼保養的 其實我也沒有做很多很多的保養 最基本的保養其實就是要保濕 防曬 其實保濕做得好 防曬做得好 其實美白跟抗老就已經成功了一半以上 你皮膚會常常會有這種所謂的泛紅啊 或是敏感的狀況出現嗎 還好 但有時候曬完太陽會有一點點曬 其實也慢慢的步入說有一些斑斑點點 有可能會出現 會已經有 已經有 身上都會有 斑點的部分呢 其實也要提到是說我的斑點是哪一種斑點 比較常見的話 這就是所謂的雀斑 或者所謂的有一些曬斑 會是類似像這樣的一些表現 那這些等等的一些處理的方式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在皮膚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層次 很多人就會覺得是說 我只要有長斑就去找醫生 把斑點打掉 這樣就沒事了 其實不是喔 平常的保養 其實來去比這個尋找 所謂美容醫學的這個雷射的治療 來的重要 那像我們現在平時很常戴口罩 因為一成班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會長更多的鬥鬥 或者是毛細孔會變比較不好 現在問到一個 就是說我戴了口罩以後 好像鬥子最特別的多 沒有錯喔 我們這就叫它叫做口罩鬥 那我們如何去做預防呢 戴口罩之前的半個小時 我們先整臉先擦好乳液 主要是在我們的皮膚 就建立一個保護的一個屏障 之後我們再戴口罩 那其實我們因為現在 我們在錄影旁邊 都有一個木把我們割開了這樣子 其實呢 那在保養品的選擇上面 那你平常你都怎麼樣保養 防曬敷臉保濕什麼的 那我前陣子有朋友推薦我一個 我第一次用的保養品 倩碧的這一款 我第一次使用 然後我很驚豔 就是我擦完以後 一般的一個小時過後 那個感覺就消失了 那我覺得這可能是正常的 可是我使用完這個以後 它延續很久 是是是 就有可能追劇啊 然後或者是玩遊戲 玩到半夜三四點 可能天都亮了 我再擦我的臉 還是一樣的那個感覺 就是真的是前所未有 我沒有誇大 但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感覺 就是很驚豔的 我很想把這一罐塗滿我全身 但是因為它就是 容量有限 我怕我塗完全身一罐就沒有了 可以再多買一罐 所以看這個東西 塗滿全身的話 我想他們應該會很開心 還好 他們推出來的這一罐 它主要是 訴求當然是有在很棒的一個保濕 還有美白的一個效果 那欽碧這個呢 它是由這個 所謂的皮膚科醫生 他們所共同研發的 那這個成分的上面 它主要就含有幾種成分呢 在所謂的一些美白啦 或是斑點的一個 加速的淡化啦 這些等等上面呢 它扮演很成功的一個角色 最後還有一個成分 我們叫它叫做Blackout的一個酵素 那所謂的Blackout的這個酵素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夠把 已經生成的黑色素呢 把它變成一個小顆粒 加速它的一些代謝 這個主要的這些成分呢 就能夠帶給我們說 插上去呢 看上去會比較亮一點點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它的一個重點 很不錯 你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你最近就是新發現了 對啊 這個真的讓我很驚豔 就是插完以後 而且我第一次使用完 然後我要把罐子放回去櫃子上的時候 就差點滑到地上去 我想說連瓶身也這麼滑嗎 然後後來才不是是因為那個 它的乳液殘留在我的手上 所以就覺得 哇這個真的很厲害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裡面含的這些成分 舉例說明我剛剛都是這些活性的成分 這個東西它對外界的這個所謂的氧化 還有對光線其實是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說呢在這個所謂的載體 這個瓶身的一些設計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他們在設計上面也必須要 把這個一起考量進去說 我裡面含的這個成分 有沒有可能會因為不曬到陽光啦 造成裡面的這些成分的失效 對比較能夠維持的一些效果 謝謝醫生 我覺得我們今天學到了非常的多 關於皮膚的保養 那我希望自己 下一次跟醫師見面 或者是跟醫師一樣變成哥的時候 皮膚也可以保持得那麼好 謝謝 謝謝醫生 謝謝浩晨